非洲企鹅的学名是Sphiniscus dimersus 非洲企鹅Sphiniscus dimersus 也称为开普企鹅或南非企鹅 是一种生活在南部非洲水域的企鹅 和所有现存的企鹅一样 不会飞的企鹅有流线型的身体和翅膀 有加固且扁平的旗状之 以适应它们的海洋栖息地 成人平均体重4.9至7.7磅 2.2至3.5公斤 身高24至28英寸 60至70公分 非洲企鹅Sphiniscus dimersus 也称为开普企鹅或南非企鹅 主要食物是鱼和鱿鱼 非洲企鹅是追逐潜水员 主要以鱼和鱿鱼为食 非洲企鹅曾经非常丰富 但由于多种威胁而迅速减少 并被列为冰威物种 它们很有魅力 深受游客欢迎 该物种的其他常见名称 包括黑族企鹅和公驴企鹅 非洲企鹅族群面临的主要威胁包括 一 过度捕捞 凤尾鱼和沙丁鱼等猎物的过度捕捞 导致其食物供应减少 二 气候变迁 气候变迁导致其猎物种类减少 以及风暴的严重程度和频率增加 非洲企鹅 非洲企鹅 Sphiniscus dimersis 也称为开普企鹅或南非企鹅 是一种生活在南部非洲水域的企鹅 和所有现存的企鹅一样 不会飞的企鹅有流线型的身体和翅膀 有加固且扁平的旗状肢 以适应它们的海洋栖息地 成人平均体重4.9至7.7磅 2.2至3.5公斤 身高24至28英寸 60至70公分